大家好我是嘟嘟 今天就给大家解说江湖窗了莫一人管 第二十话 伪装男双胞胎前篇 想看漫画的客气和我的公众号获取 说这天呢 江湖窗小老弟又来到了监狱里 因为监狱里有个他的远房亲戚 具体有多远呢 这人是他二大爷的小姨子的表小舅子的卡车司机 你别说这个卡车司机长得还挺俊 咱们就叫他妥不妥EF司机 进来一坐下这小金儿 啊不 这小司机就说了 孙孙 我有个小请求 就是给我监狱里弄俩娘们 江湖窗表示 哥们你这小请求稍微有点上头 咱稍微换个不太上头的 呃好吧 那孙孙 你就听我讲个故事吧 毕竟我都快要死了 这个小故事压在我的脑子里这么多年了 这个给你讲了 你回头告诉我老婆 就说我耐他 很耐很耐的那种 江湖窗说小金儿同志啊 你快讲吧 再不讲我瓜子都快磕完了 好好好 我这就说 你别着急嘛 真是猴记猴记的 让人家准备准备嘛 讨厌 这件事就是 其实我害死了我的哥 我那个哥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一样到啥程度呢 就是你要不穿越回去看 到底是哪个小蝌蚪变的 根本不知道我俩谁是谁 但自打我把他害死以后吧 我就感觉他总是想要找我索命 不管睡觉的时候 发呆的时候 他都在身边 最后害得我连性子都不敢照了 所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救我 就是把这件事告诉我的老婆 让他给我找个小老婆 让他把这件事告诉街坊邻居们 这样我就死而瞑目了 这事吧 还得从小时候说起 我俩子打一生下来 就都长了个窝窝头 一块钱四个 看来我爹买了五毛钱的 结果到长大 也没人能分辨出我俩到底 谁是哥哥 谁是弟 但后来有件事 算是让我对哥哥产生了最初的怨恨 就是我哥继承了家里的大部分财产 我只分到了一碗粥 最气人的就是 竟然连我那个谈了十年的女朋友 都被他爹妈逼着 嫁给了我哥 当说话不懂 我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 都是我妈逼的 都是我妈逼的 我说 哦 原来是这样 是你妈逼的 你说我这一巴掌挨得冤不冤枉 我怎么了就一巴掌 我冤枉呢 后来哥哥有了钱 那些人都围着他转 丝毫不管我的感受 所以让我觉得越来越不公平 如果说我哥是光明的话 那我就是黑漆漆的阴暗面 又或者只是他的影子 所以一天天呢 我就剁了 每天逛个小酒吧 露个小妖子 整个一拉罐 来个下酒菜 所以一气之下 我哥也不管我了 也不再过钱了 这天我走到一座桥上 正寻思着怎么搞点酒喝 看着水流呢 颓飞到帅爆的样子 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既然现在他拿我的钱 还税我的女票 那我也只能一不做二不休 所以后来我就经常去我哥家串个门 每天仔细观察我哥的一举一动 看他和我前女友线嫂子的打琴妈翘 俗话说得好 好吃不够饺子 你们知道下一句吗 打在弹幕里让我欣赏欣赏来 就连我哥抽烟的小动作 我都在刻意模仿 所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哥的那些习惯 就被我摸索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就突然跟他们说了个惊人的决定 我打算去朝鲜打工了 听说三胖子正在招女婿 我想去碰碰运气 所以我哥他们把我送上了火车 但他们刚一走 我就跳下来 用随身带的小刀刮掉了胡子 还把大腿上那唯一比我哥多出来的一颗痣 抠了下来 然后趁着夜深人静 我就悄悄溜进了我哥家的后院 穿上我哥平时穿的衣服 把我自己的丢进水井 听说这口井最近就要填起来 然后我就这样在他家后院猫了一晚上 时不时的看看我哥的那些小洞子 直到第二天天刚蒙蒙亮 我就跟在他身后 然后用我的裤腰带 撕撕的勒住了他的脖子 但我越是不想让他看到我的脸 他就越是要回头 最后没办法 还是被他看到了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他那个恐怖的眼神 然后 咔嚓 我就把他的脖子勒断了 我们倒在水井旁 地上还有我做完用的裤腰带 最后我把他丢进水井 用土盖上了 可刚一盖上 没想到嫂子就来了 老 老公 你 既然现在哥哥死了 那他的钱 他的女人 哼哼 就全是我的了 那我们的妥不妥业夫斯基 会不会对嫂子干点啥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 咦 咦 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